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受到重创的不只有加尔维斯顿小岛 德州休士顿各地都传出灾情 有的屋顶整个被狂风吹垮到街头上 街头到处积水 车辆行人涉水而过的画面显向还生 休士顿市宣布宵禁 围棋一个星期 美国官方提出警告 预风横扫墨西哥湾沿岸的社区 民众想要重回正常生活 需要好几个星期 甚至几个月的时间 大约新闻综合编译 艾克飓风清洗美国 许多人被迫暂时离开家园来避慢 达拉斯的慈祭志工到收容所架设行军床 并且提供了毛毯解决居民住的问题 志工还准备了热腾腾的晚餐 再加上救世君提供的三明治 让1500位的避难居民 饱餐一顿 玉米淡花汤 炸素春卷 看起来不止美味 吃起来也很可口 这是达拉斯慈祭志工 联络开餐馆的会员 特别制作的晚餐 要让收容所的居民饱餐一顿 好 差不多了 可以了 食物煮好了 慈祭志工开着车 趁热带到达拉斯会议中心的 收容所 这里的居民遵守秩序 排队领取 满满的一大盘子 除了玉米淡花汤 炸素春卷 还有素炒饭 以及救世君提供的三明治 这些食物 让避难多了浓浓的人情味 嗨 我喜欢你的鸡鸡鸡 很好 大大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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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办法告诉你 鸡蛋糕是美味的 酱汁是美丽的 炸鸡鸡 非常好 慈激志工和救世君提供的食物 让一千五百位居民 在中秋夜晚 加菜 堵过 大爱新闻 林美雪 陈清旺 美国达拉斯报导 伍绁盖眣 uniqu